内地出力打压楼市,如波尔外日至香港,不过,在楼市沟过去十数年如一日的洗脑下,住宅供不应求深植港人老海,忽略了海良供应即将来临的事实,楼价将慢慢调整至市民可负担水平,各位看官只要看一看内地的楼市现况,就能大致判断港楼未来。 据内媒报道,在内地加强监管下,一线城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及深圳楼市提前入冬,二手住宅交投量按年大跌20%至80%,明眼人一看,就知内地试次打击楼价是认真的,砖头失去投资价值,未来只剩下注的功能,资金失去持续流入楼市的有因, 水分将被诈权,令楼价失去支撑力。因此,部分三四线城市已通过制定政策方式限制楼价跌幅。 换言之,内地楼市回落是全方位的,而限制跌幅,并不是不允许跌,而是不想跌势过急, 只要不危及内地金融体系及社会稳定,缓慢下跌料为未来大方向,困扰内地多年的高楼价问题, 再短短一年间极速得到缓解,港楼却反其道而行。 加上国家领导人指明要香港解决住屋问题,对港府可为压力山大,增加住宅供应的积极性亦明显提高。 本栏早前提及过,运房局数据显示未来三至四年潜在一手私楼量达9.6万伙。 当中6.9万个单位以见或在见,其余2.7万伙亦随时可动工。 每年平均有2.4万至3.2万伙供应。 参考2005年至今,成交最多的年份是2019年的2.1万伙。 其余年份大多指6.1万多伙。 由上述数字来看,未来四年根本就供过于求。 长远供应更是充沛,先不说东大如填海。 近日港府提出新界北新发展区,包括新界北新市镇。 敏感度、新田、洛马州发展枢纽。 共涉于1500公顷土地,最少提供10万个单位。 容纳于28万人。 尿于2024年展开工程。 此外,香港目前面临重大人口问题。 除了高龄化严重外。 最大获视出生率其低。 2020年创下近年低。 每1000名女性僅生育868名婴儿。 生育率僅0.87。 于是出现人口负增长。 前无老人。 后无来者。 所谓流史刚衰。 并无流史沟想象中的那么多。 再者,移民潮型在家劇。 由学生退学潮可见。 根据教育局公布的学额空缺参考数据。 截至7月底。 工营中小学过去9个月最少与1.4万名学生退学。 此外, 积金局发表的6月号强制性供积金计划统计则要显示。 第二季以永久来港为理由提取强积金的数目约8000宗。 按季增加4%。 对上三季分别为8100宗、8500宗及7700宗。 换言之, 劳动力来港的数量平均且持续。 暂未见回落迹象。 港流供大于求的局面已可预见。 小弟看淡流价更非或饼充饥。 正如年初时, 没有人会想到内地真的下定大决心解决高流价。 当时深圳炒楼者仍在为如何规避买楼限制而烦恼。 现在却为如何脱手而头痛。